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来香港考察 今天会出席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会面 受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 李家超感谢石泰峰到访考察最新发展情况 展示对香港的关心和重视 又说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 更加对香港的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重要指引 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认真学习 以积极主动、无实担当和不为难等精神 积极识变、应变、求变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己任 将三中全会精神 融会贯通在特区日常事务当中 石泰峰是中共二十大之后第一位来港的政治局委员 亦都是事隔九年再有中央统战部部长来香港 他星期二会到会展 出席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 并且发表讲话 筹委会说今次是继2010年香港再举办大会 石泰峰来香港之前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度过澳门考察调言 和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会面 石泰峰说澳门是一国两制实践的成功典范 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 为澳门发展提供新的重大机遇 相信澳门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布斯蒂斯记者 杰宇文报道 巴黎奥运港队代表团明天会坐巴士巡游 接受市民祝贺 巴黎奥运港队派出35个运动员 拿到两金两桶 今排数量是历界最多 政府和港协企奥委会 星期三会举行庆祝活动 上午先有巴士巡游 部分的运动员和教练等会坐两格开棚巴士 上午10点3 由沙田香港体育学院开出 经过港铁大围站 尼敦道上午大概11点 去到尖沙咀中楼 之后经洪水去到港岛 沿着迁尼斯道 皇后大道中 去到中环天星码头 上午大概11点9 抵达终点金钟天马公园 同学生交流 分享参与奥运的经验 政府说巴士巡游的最佳观赏位置 会是港铁大围站 尖沙咀中楼和中环天星码头 市民也可以在巡游的终点天马公园 向运动员送上祝贺 行政长官尼家超 中午亦都会在黎宾府设宴 表扬运动员和代表团成员 在奥运的结出成就和努力付出 政府和港业企业委会 下周会再举行欢迎仪式 当局暂时未公布出席的运动员名单 据了解巴黎奥运女子 重担金牌得主江文慧 和女子100米和200米自由泳 拿到两面同牌的何思培都会参加活动 至于为免花担金牌的张家朗 当日就不在香港 体育学院副主席立法会议员 郑泳运认为 今届奥运成功带动市民的体育热潮 应该把握时机改善运动配套 在内国或者内地 都有很多这种气泡式的简约运动场 我自己就觉得都很值得试 它起了出来 它里面是可以有冷气的 还有它们有时都可以放几年 立即就可以减轻到 运动设施的得足情况 他又建议香港多些和内地大湾区城市 合办大型体育赛事 推动体育文化和城市经济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期报道 天文台预测明天会有骚雨 初时雨势有事颇大 康民署说已经就巴士巡游 制定恶劣天气安排 如果期间下雨 会被运动员去到巴士下层 如果天气突然变差 会视乎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巡游 或者直接前往天马公园 另外如果当日早上8点钟 天文台发出3号 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 红雨或者黑雨警告 活动会取消 至于奥运国家队代表团 今个月底访港 将会出席三场公开活动 有意见认为当局应该做好陪陶 国家队在巴黎奥运 拿到40年金牌 是海外比赛历界最好的成绩 国家队奥运建议 今个月底会访港三日 大活演和各项示范一共5300张门票 星期四上午10点开始 在城市售票网发售 今次采用实名制 买票时需要提供身份证 或者旅游证件英文全名 即是游客都可以买 先到先得 内地社交平台已有各种宣传 介绍怎样能跟运动员零距离 内地和世界各地的游客 可以来香港观赏表演 以及一倒我们国家运动员的风采之外 亦都可以迅游来香港旅游一番 所以对于香港旅游业振兴 是打了一支非常强的强心针 他说政府要加强场地保安和人流管制 避免追性族骚扰运动员 他又担心售票系统 未能够负货大量人同时登入 会造成混乱 康文署回应说 已经要求系统营办商 开始买票当日增加系统的容量 会和营办商密切监察买票的情况 如果有以上会即时跟进 又说无意参考澳门 用登记和抽签的形式买票 无线电视机者中卓希报道 但震东早前为国家乒乓球队 完成奥运南单五连化 他形容八强比赛有窒息的感觉 不是关键一战 又说未有考虑出战下届奥运 27岁的范振东 早前在巴黎奥运南单锋凰 力尽考验 对有黄彩音已经出局 范振东成为国家队唯一希望 八强面对日本的张管治和 一到六号两局 在一比二六后的时候 那一局赢下来 就像一个把头埋在水里的人 能重新把头抬起来的这种感觉吧 因为其实前面一直是在被压着 就是不管是大分小分局面 都没有这种可以让自己喘口气的机会 是一种释放 连这种困难这种处境都能够去扭转回来 我觉得自己真的真的挺棒 虽然这只是一场八进四的比赛 当时赢完我也不确定我最后能否获得冠军 但是我觉得在那一刻我是成功的 下届乐产机奥运举行的时候 范振东将会是31岁 他早前曾经在社交网站说 巴黎是他最后一届 我觉得确实打完这些奥运会非常累 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好好休息 包括对于下届奥运会 其实目前完全没有考虑 但是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交给时间 范振东也都奪得南团冠军 协助国家队包揽五面金牌 他吸引了不少粉丝 亦成为饭圈的关注对象 但最被留意的不是球技 而是场外的动作和私隐 令到他受到困扰 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输球也不行 赢球好像也没那么行 在场外的很多东西 被放大被过度关注以后 会觉得压力很大 会觉得确实就是无所适从 不管是对自己还是说 对队伍还是说对大家这种团结 其实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中国兵协表示 饭圈乱象已经严重干扰训练 希望大家专注在乒乒的发展 而早前内地也有人 因为在网上诋毁运动员被刑事拘留 无线迪士记者黄志显不得好 新报社平 玩物未必丧志 有时反而是非常励志 未如代表香港月阳远征的 16岁选手郑叶佳 他在夏威夷坛香山举行的 Pokemon宝可梦世界感标赛 勇奪冠军 让香港不单止向奥运竞技 发光发言 还在游戏界再添势一树荣 香港不是要发展盛事经济 促进旅游业的吗 特区政府似乎有意推动 电竞产业化 将电竞定性为 具经济发展潜力的新领域 可测几年落来 口为疑似不治 香港不乏打击英雄 官商各界有必要 跳出换物丧志的思想框框 为电竞产业开天辟地 经济日报写评 强积金制度实施 已经超过20年 随着积金二平台近月面世 各计划收费 迅速下调 职金局也已以大幅放宽 投资房地产信托 期望当局可以把握 今后改革所带来的机遇 教育广大市民 主动认真地调拨投资 提升最终正回报 支持越来越长的退休生涯 当政府明年五月 废除强职金对冲安排之后 雇员很快可以随时随地 攀同所有供款全之有行 各受托人要欠客留人 势必更大手降费 广东各地近日举办全民健身活动 我们一起看一下 乒乓女单打到交着 男商同样益烈 61支队伍共230多个 7至68岁的业余球手 这日在广州楼花湖公园 参加全民乒乓球比赛 我打了三到四年 对手也很强的 氛围特别好 这种全民参与了 大家的热情很高 奥运冠军也都落场坐镇 天河体育中心同日的全民健身 生日活动有各类运动可以参与 因为这个演节带来我 我认识到很多朋友 广州我到区区称开的 是提出个健康快乐 也有不少人来到东莞新城公园 利用智能设施做运动 无线电视记者谭斯瓦报道 湖北仪昌有蒜黑爱好者透过手艾 为今届巴黎奥运奪金的国家队运动员 记录精彩时刻 湖北有蒜黑爱好者在银石雕刻 提真点 原形原来是巴黎奥运男子 4成100米混合泳接力项目 金牌得主国家队的孙介俊 每次我看到中国奥运奸人们 在赛场上拼搏 就特别感动 所以就想着把他们的高光时刻记录下来 我的目标是坚持做了一天课 一到两位冠军 把本届奥运会上的中国冠军都刻在印实之上 他希望为冠军学彩的同事弘扬酸黑传统艺术 电视记者容家要回答 又不完全统计上海有超过120万只宠物猫 而越来越多公共场所允许宠物进入 上海博物馆更有展览 欢迎带猫参加 在古域及猫神巴斯特象征着守护和灵性 200只猫军将一日盛中出席 去到上海博物馆其猫夜活动制组 还与猫神亲近 他叫唐豆 然后是一只长毛营建层 就想带他过来去看一下跟猫猫合影 以前带他出去玩 其实就是跟人 就是这种 还有各种猫打交道还是比较少一点 然后想带他出来交交朋友 然后去见见世面 不过猫军众入场都要符合要求的 主办方要求我们今年必须有 就是最近的疫苗证明 所以上面去打理一下 以前没有这么多可以带宠物的打卡的地方 我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这种机会 然后可以一边带着猫丸 然后一边更加能够欣赏到比较高质量的展 其实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这种方式来倡导 一个是养宠的人要文明的养宠 第二个我们其他非养宠的人 是有更多的宽容性来构建 共同来构筑这个宠物友好的城市 今次活动属于全球综合类邦物馆首创 举办十场门票一个小时就连续 无线电视机在黄线河不道 中华略警报导员 各位早晨 这些产品股股仍是不错的 大家很关心NVIDIA 英伟达 股价年升6日 股价去到$103 累计6个交易日升超过$2.4 $103收市价 如果大家记得英伟达之前的高位是$104 升至$104 升至$103 跟$104高位不是差很远 回来说股 虽然连升两日 但昨天站不穩50天移动平均线 今早早高开92点 开市价17,661 最新升72点 17,639 现在当然是在100天移动平均线的楼下 500天线今天再次上去 正如昨天那样 大家也很观望着 500天移动平均线 阻力这么大 究竟是不是站得稳? 100天就再说了 暂时还未碰到 总成交达到$30亿左右 今早很简单说一句 ATM高开 京东高开2% 汇丰两个星期高位 待会再说了 我们看看旗子最新情况 8月份在17,600水平 也升了47点 跟现货水平差不多 总成交有6,800多张 至于内地股市也重要 本早上本来是靠稳的 上证高开1点,但最新倒跌5点 深证成份指数本来高开6点 最新仍高幕第四项8,332倒跌24点 继续市况不是很稳固 昨天上证指数也到20天线流上 但似乎在阻力位附近增持着 距离半年低位也不差很远 超组内地股市炒家电相关股 看看X股的走势如何 我们看看汇约港股 排第一位是阿里巴巴 年日做好后股价回2毫 腾讯也回了1元 刚才ATM也说本来高开 但有两个新经济重磅股最新稍微倒跌 ASMPT最新升1% 快手微升5个先 真走励度好少上榜 升了挨近2% 上周有大摩唱豪 看看6-10位又如何 有只健行升4 昨天耐人股的焦点 有几只大的耐人X股 都去到超过1个月高位 A股有些是厂几年高位 X股落后就下跌了 友邦排第7位 股价升4毫半 理想汽车昨天都升得不错 今天再升3% 当然是低位反弹83.5毫半 美团升7毫子 109.4 看看冲不冲得破 近日一直阻力101元 京东年日做好 业绩软胜预期下 股价再升1元 看看恒生科技指数 最新微升12点 业绩股要看 昨天公布了业绩的华润啤酒 中期顺利是微升1% 赚了47亿人民币 中期息增加多些 股价当然昨天反应不太大 今早股价回升超过2% 内需股昨天有股炒落后 但今早看上去 业绩类有些都是内需类 走势回远 第二是恒安国际1044 半年多赚接近1.5% 留意收入跌 但半年盈利增长了接近1.5% 当然股价仍要下跌超过3% 恒安卖厕纸、卖卫生巾 至于斯摩尔国际烟仔股 电子烟 上半年盈利按年下跌近半成 股价跌超过3% 极吐速递 中期业绩是转亏为盈 赚2,700多万美元 股价也要跌超过半成 冠军产业是中期可分派收入跌了1.2% 但反过来股价算是好 能够升到1% 石油石化股也要看 外围看着中东局势 加沙谈判有些进展 据美国说 以色列同意了协议 等着哈马斯 局势有机会降温下油价下跌 昨晚原油期货价跌超过2% 今早油股普遍向下 中石油跌1% 保险股纜纜 因为内地继续降低保险产品的保证回报 由9月1日起 新的普通型保险产品 最高利率只是给你两厘半 股价暂时保险股是靠云的 下午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前面中 内地一月市场预期维持贷款利率LPR不变 人民银行公布8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维持不变 其中一年期LPR维持3.35厘的水平 至于五年期LPR维持3.85厘 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开始发布科创版200指数 上交所指出 发布相关指数是为了及时反映科创版上市证券表现 为市场提供多角度投资标的同业绩基准 指数选取市值编势和流动性比较好的200指证券作为样本 编制风案由前年12月30日为基准日 以1000点作为基点 指数样本由上市时间超过6个月 非退市风险警示证券的股票 与红酬企业发行的传托凭证组成 指数样本每季调整一次 每次调整的数量比例原则上不超过一成半 海洋公园再发布大红猫的新片 见到盈影照顾BB的情况 主席旁建议报平安 说一对大红猫BB情况已经稳定了 内地有送来大红猫母语 补充盈影的母语不足 最新片段见不到大红猫龙凤胎 不过海洋公园说 盈影当时是抱着小孩领品她 以刺激她排便 令她可以吃多些 袁芳说会将龙凤胎轮流交给盈影照顾 两者的情况已经较稳定 不过由于出生不够一个礼拜 仍然比较脆弱 最新的报告就是她们吃和排放 都是非常平稳 所以希望可以继续 盈影其实都有定时去照顾一下她 抱抱一下她 让她感受一下母亲的体温 所以这件事我们是在做 袁芳又说盈影是高龄产妇 也都需要休养 母语不足以威捕两个小朋友 要靠四川大熊猫研究中心 又各地送来大熊猫母语 暂时未知何时可以给公众 和大熊猫BB见面 又透露两姐弟 也未必见到爸爸一面 难点了 因为大家都要明白 我想熊猫始终都是红来的 都是有她的野性在里 很不幸就是她是不知道的 亦都有些不公平 我想都要一段时间 因为大家都知道 她们还是很小 所以要等她们再平稳一点 也都健康生长 连同中央送赠的一对大熊猫 海洋公园即将有六只国宝 会在未来两至三年起床的设施 母亲电视记者陈嘉恩报导 今年发生多宗单车致命意外 有自己说近年多了人在马路上踩单车 部分人没有遵守交通规则 有单车外号者就期望政府有更完善的配图 47岁的Alice四年前踩单车的时候发生严重意外 右边猎骨爆裂 更加因为脑出血昏迷 要做手术清除脑内的瘀血 这里大概有四十多针的针线位 她至今有疑失聪加上脑部受损 平衡力亦都受到影响 上势这么严重 她说是当时没有配戴安全装备 我们踩单车径 又不是踩出马路 也不是越野单车 当然我们都知道 其实都应该是要戴头盔的 但我们跟大部分一样 意识不到或者估计不到的意外 可以这么大件事 旺角去油麻地这段路 车程不够十分钟 已经见到有不少的单车在马路上面 左穿右插 后面来着 后面来着 有的士司机说 近年经常遇到这些情况 还在前面第三线 在快线里踩着 这个应该是电动单车 连续看都如何 它都行40 左穿右插 它完全都不望 它们不知道为什么 它们真的当自己的命不是命 根据法例 在马路上面踩单车 跟隔驶人士一样 要遵守道路使用者手质 有单车爱好者说 部分没有车牌的车手 不熟悉手质 更加容易发生意外 基本上我们是看回马路的地线来走 它没有车牌或道路知识 它只知道我跟箭咀走就可以了 但它可能随便左转右插 都会容易造成危险 希望香港好像马路上面 已经是有专用的单车线 根据警方公布数字 上半年一共有1751宗踩单车为例个案 无线电视记者黄海澄报导 东区医院有运营土连假天花跌下来 无人受伤 跌下来的涉及两块大约20厘米×30厘米 厚大约3厘米的运营土连同假天花 阮方说发生在昨晚大约8点多 一个综合内科及老人科男病房内 病房内的病人已经转到另一个病格 阮方说非常关注事件 已经安排工程人员即时再检查病房的设施 并调查今次事件的原因 对上一次检查摄示天花在去年4月 国际狮子会年会26年的7月一年6日 在本港举行 主办方预计到时会有2万个会员来港 为本港带来超过4亿的经济效益 国际狮子会每年都会在世界不同城市 举行年会 2026年的一届将会在香港举行 是届于1992年 2005年后第三次被选为举办城市 届时会员将会在阿博馆进行多项交流会议 包括分享社会服务经验 主办方又计划在尖沙咀或湾仔举行大型巡游 由过万名会员在街上表演 推广不同地方的文化 预计有2万名会员来到香港 6成来自欧美 4成来自亚洲 大多数是企业家专业人士 估计为本港带来超过4亿元的经济效益 我觉得不是我们自己香港人的一个会议 亦都是一个好像一个旅游界 一个全香港的城市 可以吸引很多可爱的游客和家人来香港 他们除了参加会议之外 亦都可以有很多的观光旅游餐饮 国际总会已经要求我们最少预留每晚6千个房间 这6千个房间将会分配超过30间酒店 而这个数字是尚未包括旅客自行登记 或者订房间的 我们额外可能都要预留 起码2千到3千个房间 旅游业界都期望联会对香港旅游业有大帮助 这些狮子 狮友来香港的消费是很高的 不同一些旅行团来到香港 三送一汤 20多元一餐 主办方亦都说 希望透过联会促成香港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意合作 无线电视机者林浩杰报导 大公报社评 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华平统一大会 今日在香港隆重举行 大会主题是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华平统一 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将会出席大会并且致辞 在两岸关系发展进入关键期之制 香港时隔14年再度举办大会具有重要意义 不单止凝聚了全球华侨华人 反独速统的强大意志 亦都将显香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对促进组国统一的重要作用 明报石平 越南新上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苏林访华 获中国高规格接待 上方使用陈二甚高的政治语言 来形容两国的关系 并承诺未来在多方面合作 共同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 升级为命运共同体 可以拉开越南和其他国家的距离 中国对越南也不是一美顺从 最近宣布将会帮助柬埔寨修建混河 柬埔寨将会由一个内所国 变成有自己的港口 摆脱对越南的依赖 中国以一个举动 明知道是会激怒越南 就是要敲打越南 逼使越南放低身段和中国合作 中国对越南采用的手段 是一手硬一手软 软硬兼施 有些赞专讨论另一节新闻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